直布罗陀海峡有一座神奇的小城 它是海峡欧洲这一侧真正的门户 城里有一块巨岩 是学界一致公认 这就是希腊传说中真正的海格利斯之著 这座小城就叫直布罗陀 直布罗陀海峡因它而命名 可能正因为拥有神奇的海格利斯之著吧 这座小城的神奇之处确实很多 直布罗陀地处地中海的入海口 它面向大海只跟西班牙接壤 但是这块只有六平方公里的领土却属于英国 根据1713年的乌特勒之条约 西班牙将这一块领土割让给了英国 直到今天 它一直是英国最小的一块海外领土 也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唯一接壤的领地 这件事让西班牙肯定不爽 多年来一直追讨这块土地的管辖权 但小城里的三万多居民几次的公投 都更愿意留在英国 所以就造就了这座小城许多奇葩的特色 英国脱欧之后 直布罗陀的居民再次公投 愿意继续归英国管辖 但是不愿意离开申根区 这就让这座小城更加奇葩了 小城紧挨着西班牙的康塞普西翁市 但是却有一道国界和海关 将这里分成了两国领土 由于直布罗陀依然属于申根区 所以凭欧盟的申根护照或者签证就可以自由通行 虽然是英国的领土 但是小城里的交通为了方便和西班牙的往来 却按照欧洲的习惯靠右行驶 小城虽小却有国际机场 但由于领土面积实在太小 进入直布罗陀市的唯一过境道路 却必须通过机场的跑道 有飞机起降的时候 道口的栏杆就会落下禁止通行 这也创造了世界上唯一一个 需要等红绿灯过飞机的十字路口 成了小城另一个奇葩的特色 小城的官方语言当然是英语 很多居民首先会使用英语交流 但是说着说着就会变成西班牙语 想想他们的处境 您不要觉得奇怪 小城居然还有自己的货币 直布罗陀棒 它和英镑等值 不过欧元和英镑也能在这里自由使用 虽然是英国领土 但小城里的居民73%信奉罗马天主教 其余的大部分信伊斯兰教 这也是很奇葩的一点 要知道英国人大部分信奉英国国教 而且英国国王 理论上也是他们的宗教领袖 直布罗陀最大的景点 当然就是那块直布罗陀巨岩了 它有400多米高 幸亏有缆车直达山顶 要不然徒步登上这座险峻的山峰 还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山顶有着绝佳的景观 可以俯瞎直布罗陀巨岩市区和航运繁忙的直布罗陀海峡 神奇的巨岩 当然常常有神奇的景观 这里常常云雾缭绕 才400多米的高度 却常常能让你漫步云海之上 这座巨岩上居然有无数的野生猕猴 这也是它的另一个神奇之处 这里是欧洲大陆上唯一有野生猕猴的地方 这种叫巴巴利猕猴的品种 本来只生长在海峡对面的北非 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渡过了直布罗陀海峡 来到了这块巨岩上生活的 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 小城主要的参观景点 大部分都是历史遗留下的军事设施 就像这块巨岩的地下 也早就被开凿出了如迷宫一般的地下隧道 被历史上这里的占领者用作军事用途 不过巨岩的地下也有天然形成的巨大溶洞 溶洞里千姿百态神奇玄幻 好像是通向另一个神秘世界的入口 直布罗陀的神奇之处还有很多 有机会您不妨到这座神奇的小城里住上两天 亲自体验一番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